警察做了一個非常致命性的錯誤 忽略了被害者給的所有訊息 做一些不合理的推敲 最後警察總長下台 歡迎來到HIGHERDAY 我們是住在韓國的兩個台灣人 我是台灣妞 我是喜娜 那你如果喜歡我們頻道的分享的話 要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歡迎來到HIGHERDAY 我是台灣妞 我是喜娜 今天要講的這個案子呢 是在2012年 非常近代一個 超級轟動全韓國的一個案子 而且這案子其實我們之前有想過要做 這個案子引起全韓國警察被公幹 就是全韓國真的罵超級無敵的慘的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還有另外一個被害族群呢 就是韓國的朝鮮族 就是在中國東北的地方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朝鮮族 他們平常在家裡面講的也是韓文 他們的韓文用語跟韓國這邊用語很多是一樣的 只是會有一些口音 會有一些口音 然後會有一些單字有點不一樣 然後就有點像台灣跟中國 一樣都講中文 可是內容會不一樣那種感覺 那他們就稱之為朝鮮族 在韓國這邊有非常多 有依親過來工作或是居住的 那現在有在那種證明運動 不要叫他們朝鮮族 要叫他們在中同胞 覺得比較有禮貌 但不管怎麼樣 這個案子的兇手是一個朝鮮族 而導致於 朝鮮族有一段時間被非常嚴重的歧視 到現在呢 大家對於朝鮮族 都還有一個非常負面的印象 這當然是長時間累積而來的 可是這個案子呢 也有一個非常 居住輕重的角色 這案子發生在 2012年的 4月1號 晚上10點58分的時候呢 有一個女生她打電話報警 整個與警察通話時間 大概有7分多鐘 最後警方他們曝光的對話記錄呢 大概有1分多鐘 想給大家聽聽看 112警察 你最近心情力会打电话吗 心情要这里做完 在因为我心中心心 我心中心地員 在肯定养工学院 我心中心地人 我心中心地的人 你哪个 formally 我心中心地的人 我心中心中心地 我心中心灶汹店 我心中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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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進去? 我... 你現在已經關了 你關了嗎? 我來找到女士,她已經關了 你再說一次,再告訴我 我錯了,我錯了 沒有,你再說一次,再告訴我 大家有聽到這個影片的女生 她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但是經過遲動國小 往木谷遊樂場的方向的某一戶人家 她有這樣子講 其實這一個部分算是蠻明確的 蠻具姓名義的啊 她也表示她自己在室內 然後她趁著那個Joshi出去的時候呢 把門關起來了 這是我們電話裡面可以聽到的訊息 那在隔天的11點 警察終於找到了 在這個木谷遊樂場旁邊的這個家 那個遊樂場不是只大型遊樂場 是小朋友玩的 有劉華聽得懂 找到了這個嫌犯的家 她正提著很多個黑色的塑膠袋 警察從裡面找出了358塊 這個女生的事塊 她把它切塊喔 這個案子呢 其實當初是被說是 禁機到水源分屍案 但是呢 我查了知道裡面說 其實她不能算是分屍 為什麼 通常分屍是為了方便搬運 從關節的地方將屍體肢節 那為什麼會說她不是分屍她呢 因為她的處理方式比較像是 我們在食用某一種動物 比如說 豬或是牛 可能都會先把內臟分出來 最後的法院判決當中呢 有提到 懷疑她有在做人肉販售 希望可以重判她 這樣子的言論 雖然在媒體方面 沒有很明確的報導 怎麼樣的屍體的處理狀況 可是根據退休的警察 還有一些案情的分析師都說 她的案子其實不算是分屍案 她就是對人肉做了一種處理 這樣子 那這個案子呢 其實她沒有這麼多的犯案細節 但我開始要講警察 他們整個的處理過程 到底為什麼警察 會在前一天晚上10點半接到電話 一直到隔天的11點 才會找到這個女生這樣子 他們這中間都沒有出動 有都有出動 但找不到 對 為什麼會找不到呢 真的是一連串警察的失誤 而導致於生命的犧牲這樣子 第一個是大家可以先看到 通話紀錄裡面 這通話紀錄裡面 最讓人詬病的地方就是 她完全沒有告訴被害者 你現在應該要怎麼做 對啊 因為照理說你是一個專業人士 與其要確認被害者的位子 你更要確認被害者 現在是不是正在危險當中 如果大家以前有看過 美國有一個電影 就是在講911的事情 他們如果接到電話 他們會先確認說 加害者還在附近嗎 請問你是在安全的環境之下嗎 你可以通話嗎 等等這些會先跟他們確認 而且他們在確認的同時 是已經送警察過去了 就是好我現在先發人過去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呢 沒有辦法處理的 我要先講一下 韓國在2012年的時候 你打電話112報警 還沒有辦法用手機追蹤你的位子的 那時候還不行 所以像我們現在如果112報警的話 他是立即用手機 就抓到你人在哪裡 然後就會問你現在是不是在哪裡 2012年的時候 大家已經有手機了 可是還沒有基地台多成這樣子 然後網路也沒有這麼這麼的快 所以那個時候的警察 他們如果真的有危險性高 到要立即知道被害者的位子 經驗非常豐富的警察 他們會做一件事情 他們會跟被害者講完了以後 請被害者立即打電話到消防局 也就是打119報火警 跟消防局講你現在的狀況 因為消防局可以抓到發行者的位子 可以再揮穿給警察局這邊 縮小那個範圍去搜尋他 但是呢消防局那時候他們可以抓的位子 也不是手機 而是發行基地台的位子 那個範圍還是會有幾百公尺 因為消防局他們需要的只是我啊 出現的地方什麼的 所以沒有那麼精細 可是也比完完全全不知道在哪裡來得好 可是這個是有經驗的警察 講說那個時候 那真的這麼緊急的狀況 只能做這樣子的處理 也因為這個案子的關係 而讓現在所有的112電話 全部打電話以後 都會立即先追蹤通話者的位子 因為上次你報警的時候 他就說你是不是在機場的路上 我們嚇死了 對對對 那這是針對我們聽到的 第一個1分20秒的影片所講的 就是有關於警察的一些事物 那在後面的音檔呢 雖然沒有被曝光出來 但是家屬他們是有聽過的 據家屬所說呢 後面的內容呢 包含女生哭喊求饒的聲音 然後跟自交代的聲音 毆打的聲音這樣子 天哪 所以呢 這一段七分多鐘的時間 這個電話聽起來是被女生藏在後面 或是放在看不到的地方 但是警察做了一個非常致命性的錯誤 就是警察一直在大吼大叫 就是一直在問他說 你不能再把地址講一遍嗎 你現在人到底在哪裡 就一直發出聲音 這件事情也是讓大家非常詬病 現在聽起來他有危機的狀況了 照理說應該要協助 不要讓犯人知道說他正在通話當中 警察有事嗎 對 警察的判斷能力不足這件事情 也是被罵得很慘 那警察後來有被懲處嗎 有有被懲處 天哪 除了這部分 後面的六七分鐘的這些吵鬧的聲音 其實已經足以判斷這個女生有生命危險 跟這個女生不是謊暴 但是呢 後面卻聽到了112電話中心 那個沒有判斷力的警察跟人家對話的聲音說 你知道嗎 男人的聲音一直在聽到 男人的聲音 像是父母的聲音 類類的 他有話 這件事情被家屬爆出來會讓大家非常非常的憤怒 因為前面被害者已經明確地表示 是不認識的大叔 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哪裡 我在哪裡的時候突然被抓過來 這些事情他都有講 但是警察卻忽略了被害者給的所有訊息 還做一些不合理的推敲 太誇張了 如果他是夫妻他會不知道自己家裡的地址嗎 對啊 他們是夫妻他們還會用禁語嗎 他會說是不知道的阿嬌是嗎 警察太低的判斷力讓人無法理解 那剛剛是不是有講說沒有辦法用發信位置確認他在哪裡 所以他們是用他的發信電話去查這個電話的主人 登記的居住位置是在哪裡 這女生是住在君山 君山跟水源距離大概是兩個多小時的車 可能君山是在韓國左下角靠海的一個城市這樣子 他們確認完他們的確有個女兒在水源裡以後呢 警察才開始跑公文 不是阿 那個女生他在報警的時候就有說他在某一個 努力特跟某一個學校附近了 為什麼他們還要在打電話確認君山阿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警察會花一段時間去確認這個女生不是謊報 跟這個女生是真實的存在 然後你記不記得我們之前有在另外一個案子提過說 112報警了以後會分成四個等級 就是多級多級多級最級是零級這樣子 那個時候也還沒有這個制度 所以全部都因為這個案子衍生了這些制度 後面這些制度 對 那他們那時候跑公文發去找人這樣子 可是他們發的方式呢並不是一個廣播說 喔現在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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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員出動 他們是從下面然後再聯絡那邊的警察局 然後再從那邊的警察局長再去分配 再說好全員出動這樣 整個過程就花了兩個小時 然後等到全員出動以後呢 又有一個致命錯誤的判斷 他們並沒有把當初的對話內容好好的分析 應該要怎麼指示所有的警員 他們只是讓所有的警察出動 當初對全區發出的指令是 整個內容裡面大家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非常關鍵的東西漏掉了 他沒有提到被害者在室內 一直強調就是在那個遊樂區的附近 小學的附近 所以所有的警察投進去以後 他們是在外面繞來繞去 繞來繞去 完全沒有進到家裡面探訪 那警察出動的時候是發生事情過多久啊? 兩個小時 這個指令有錯誤之外 還有一件讓人無法理解的事情 是當初已經有警察頻道了 看電影不是也都會有那種 不知道廣播電台哪一台轉動的話 對 是警察的 對 只要講了以後所有的警察都聽得到的 遺漏的資訊其實是可以透過警察頻道再補充的 他們可以再補充這被害人在通話之間提供的訊息 比如說他被阿喬希綁架了 然後他關在一個他不知道的地方 甚至於當初的警察應該要問那個門是什麼顏色的等等 都會寫著找到他 但是呢不知道為什麼 完全沒有使用警察頻道 他們就是自己的那個區的警察局 自己去分配這個工作而已 事後在檢討的時候是講說 因為那時候的112也沒有分4級 組織架構是很鬆散的 沒有一層一層去判斷這個東西急或不急 或是現在應該要怎麼聯絡最有效率等等的 是沒有這種階層的 當初就是幾個戶的接電話跟一個廳長結束這樣子的組織方式 那當初警察呢他們就是在街道外面走動 然後他們會看房子的燈有沒有開 然後會稍微去貼在牆上面聽裡面有沒有奇怪的聲音 但是呢那時候的緊急狀況其實應該已經要挨家挨戶的敲門了 這個就是中間有這個判斷上的落差 要怎麼執行的落差都是我們剛剛講的 應該有一個階層式的分工 這些判別的人是沒有這個角色的存在的 嗯 隔天早上11點的時候呢警察還是在附近走訪 就有人跟警察講說昨天後面這個房子很吵 然後有冰冰彰彰的聲音這樣子 所以警察那一個晚上他們就是沒有找到人就收工了 一直有在巡邏但是就是也沒有找到人 鄰居講完那個冰冰彰彰以後警察才去後面敲那個門 出來映門的呢就是一個叫五遠春的朝鮮族 他出來的時候就是我們剛剛一開頭就這樣 他就提著那個女神的屍袋 就這樣現場逮捕了他 其實非常遺憾的是前一天晚上有目擊證人表示 他的房子前面就停了一台警車 可是沒有人走進去他的家裡 因為他家是在外面有個鐵門 裡面又再走進去一個小小的道路 你才可以看到他家這樣子 那這個五遠春呢他被抓到了以後呢 第一個他先表示說 今天怪檔裡面出現的所有的視頻都是由我們COZY所提供的台灣的蝦皮裡面 只要搜尋COZY裡面就會有國際商城 除了台灣之外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也都有國際商城在蝦皮都可以搜尋得到 好的那就讓我們繼續回到怪談囉 那這個五遠春呢他被抓到了以後呢 第一個他先表示說 我當初只是喝醉了想要強暴 但是我沒有想過要殺他 可是因為知道他報警了 他在韓國是非法拘留 非法打工的 所以他擔心他非法拘留打工的這個錢呢 累計了七百多萬韓幣會被沒收 他為了不要被抓到所以他就直接把他給處理掉了 這是他的說詞 他還有說到說 夾持了這個女生六個多小時以後才殺了他 但是根據後面的驗屍報告呢 這個女生很快就被殺掉了 應該是他被發現報警了當下就被殺掉了這樣子 他在報警的時候已經被性侵害了嗎? 對 因為他是大概十點多的時候被抓到五遠春的家 十點半的時候報警了這樣子 五遠春可能就是下手完之後出門不知道幹嘛 然後女生那時候報警 但是呢他實際到底有沒有被強暴這件事情 因為他的屍體沒有辦法做驗屍的動作嘛 驗屍失快了 根據這個五遠春的說法呢 他企圖要強暴他的過程裡面 可能中間發生一些事情 那個五遠春決定要先離開一下 他沒有講什麼就是說要暫時離開 去處理一下別的事情的時候 那女生把門給翻鎖了 趁著這中間的時間報了禁這樣子 當然警察也會問他說 你當初為什麼選擇這個女生 他是說他在門口抽煙 這個女生跟他插進撞到他 這女生對他講了一些髒話 所以他一氣之下才把這個女生拖進去的 但是呢事後有還原了CCTV也是非常的糟糕 那個區域呢完全就是一個都根區 如果你們有看很多韓劇那種都根區都會講治安不好 因為政府比較不願意在投錢在那裡設置一些CCTV啊 路燈啊等等都不會再設置了 所以那個地方本來就是很多性變態啊 強姦強暴案子在那裡本來就比較多的一個地方 所以那時候他們找CCTV也找了非常久 居然都沒有拍到他被拖行進去的畫面 一直到最後找到一個距離比較遠的 這樣zoom in zoom in放一個角落以後 可以看到那個女生 他就是經過的時候莫名其妙被拖行進去 所以根本沒有撞到他啊 對沒有撞到他什麼根本就沒有這件事情這樣子 然後這個吳遠春他被抓到了以後呢 一開始的時候非常非常的害怕 在警局裡面看起來就微微縮縮很害怕 本來警察在想說他是因為犯罪了很害怕 結果他又表示說在中國被抓的話 應該會先被公安毒打一頓 他就是覺得他等一下會被毒打 應該要毒打他啊 應該要毒打他啊 這時候不知道什麼人權呢 反正韓國的警察 就我剛剛講說韓國不會這樣做 但等一下會需要入口供啊什麼的 他被警察告知說不會毒打他之後啊 突然之間就變得很舒爽的感覺 警察點餐了他也吃得很開心 然後睡覺也睡得非常的安穩這樣子 天啊 為什麼我把他送回中國咧 對 根據這些證詞 還有他所有的態度 跟他處理屍體的方式呢 大部分的退休警察跟你可以看到的案件分析師 他們都講說這個吳遠春呢 應該不是出犯 之前在中國那邊很有可能就已經做過類似的事情 不管是強姦強暴或者是做屍體的肢解這樣子的事情 他應該是有豐富的經驗 因為他對於做這件事情沒有懊悔 也沒有惆怯 因為他當初殺這女生的時候是直接拿扳手 王這女生的頭用力敲下去 然後就直接把他拖到廁所裡面處理掉了 所以他其實是沒有任何猶豫的 因為一般第一次行兇的話都會猶豫一下嘛 對 但他後來在警察局的態度呢 也是完全無所謂的態度 以及他肢解屍體的方式 只能說太熟練了 有一種要把自我拿去賣的感覺 這所有的東西累積下來 他們都覺得他已經是一個連 而且他可能是連續殺人犯 只是在韓國被抓到這樣子 那這中間呢我有聽到一個小故事 就在2012年6月 嫌犯有時候是需要移動 比如說他們要去法院的路上啦 監獄之間的移動等等 那時候呢他是要去法院的路上 跟其他幾個囚犯一起搭了這個囚車 車上面的時候他就會看著那些韓國女生 就一直在那邊抖大腿 對於那種漂亮經過的路人女生 就會發出那種 的那種聲音 同車的韓國囚犯就非常非常非常的不爽 一般的囚犯他們大概知道 對方犯了什麼神而進來的嘛 他覺得他好像在意淫韓國的女生 那個犯人同樣身為韓國人 順帶一下那個犯人他是販毒的 可能覺得跟那個強暴犯 對 跟強暴犯是不一樣的這樣子 他就對那五遠村講說 你給我對韓國女生尊重一點 然後車上面就扭打了起來 就是有這個 這什麼episode 對 但是這個episode呢 就是讓大家知道 五遠村是完全沒有悔 他完全沒有啊 而且他完全就是對女生 就是有一種用獵物的那種感覺 最後五遠村被判了無期徒刑 一審的時候其實被判了死刑 因為呢被懷疑販售人肉以及賬器買賣這樣子 後來他就提出了抗訴 在二省的時候呢法官就突然判說 雖然有人肉販售的懷疑 但並沒有證據 你沒有證據說他真的有拿這些肉拿去賣嘛 導致於這部分就被取消掉 從死刑改成了無期徒刑 結果這五遠村居然還在提出抗訴 抗個屁啊 他好像對五遠村有點不滿意 然後在三省的時候 維持原判無期徒刑這樣子 這件事情其實一直影響到現在 那個區域叫做巴達洞 房價到現在都還被影響 他就是因為這個案件實在是太有名了 大家都知道巴達洞這個地方的那個區 就是一個都根預定區這樣子 然後附近的商家到晚上也都會沒有生意 包含喝酒啊什麼之類的 最後呢警察方面的這個處分 因為這案子就是血仇越滾越大 警察就一個一個一個抓抓抓抓抓出來了以後呢 總共懲處了11名的警察 剛剛不是有講那一分半的 英黨的事情 中間整個處理過程他們都有很多說謊 一下說這樣一下說這樣 說詞不一樣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家屬也有講出來他們對家屬也不是很好 沒有體諒家屬或什麼之類的 在軍隊上到處去的時候 沒有任何事 現在是晚上所以 沒有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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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害女性的母親 前面的頭髮殺害的事 都沒有任何事 新聞一直報一直報一直報 最後警察總長下台 因為這件事情就對了 對因為這件事情 最後警察總長只好營救下台這樣 是敢下台啊 這案子實在真的太粗了 但是以韓國的官僚制度來說 要讓最高的衝槍下台 你就知道這案子當時真的鬧非常的大 因為真的太扯了啊 真的太誇張 你會感覺到整個警察的訓練的不完善 超級不完善 負責112的那個人感覺好像沒有訓練的人一樣 對 太氣了 只能說透過那個女生的犧牲 改善了非常多112在報警制度上面的規範這樣子 因為她的犧牲才會讓人家注意到這些報警的漏洞 後來看到的那個VOICE韓劇 她裡面的那個報警system已經是改過了 對 所以確實VOICE的是真實的報警制度嗎 VOICE有提到這個案子嗎 我說他們現在真實的是這樣執行的喔 就真的有一個團隊然後再接 那是吧 我不知道 欸你有搞到我 我不知道 我還蠻後期的耶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耶 我知道他們有在立即的位置偵測 因為我們試過嘛 反正就是1、2整個報警的4級分成輕重緩急嘛 反正這些制度都是從這個案子而建立起來的這樣子 我不懂為什麼她被判無期徒刑 然後趙斗春她會被放出來 法院到底怎麼判的 因為小朋友沒死 每次講到趙斗春我都一直打火 這些人我對他們觀光我都沒有意見 我只想撿雞雞 他們就應該化學去世 強暴的就應該要這樣處理啊 我覺得強暴的就應該要化學去世 要嘛就化學去世 要嘛就是一直為他們威爾崗咳把手剁掉 太氣了 其實我之前看過有一個就是以暴制暴的講說 你對於強暴犯其實把她化學去世 她反而會用木棍之類去侵害女生 因為她性無人罵 所以最好方便其實把手剁掉 保留她的雞雞蛋把手剁掉 腳也剁掉 她就只能行走 不管 剁掉 太氣 這一篇留言大家就可以盡情的罵韓國警察 因為我每篇留言一定都會有人罵韓國警察 這一篇是最高點 就是來跟大家分析一下韓國的112報警制度 非常分水嶺的一個案子 給大家參考囉 我今天是吃雄的台灣牛 掰掰 掰掰 木棍 木棍 木古遊樂場 木古遊樂場和池東 池東 啊這段怎麼這麼難念啊 木古遊樂場 池東小學周邊 緊急出動 木棍 我位置不明 我剛不是已經按 沒有聲音了嗎 木棍 你現在才按掉 再來招 然後呢 所以當初就是真的就完全沒有 沒有人 對 我到底要講什麼呢 我今天真的好慈窮喔 本來因為他是因為太害怕所以就是 我今天好慈窮喔 對他講說你對韓國女生髒 他就對那個 他見到你怎麼了 講得很辛苦欸 對不起 我對不起你 超慈窮的 真的超慈窮的我對不起你 沒有生意而造句就是 對很多 我到底 你怎麼可以辭窮成這樣 你今天帶怎麼了呢 我也有這種日子啊 對啊 你好難得喔